今天是市議員提出來的 可是有一個人 昨天我們在報導 這個人是店長 他被交保了 他是不是防火管理員 不知道 可是他30萬交保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畫面 不好意思 接過一下 後面有金屬門 謝謝 不好意思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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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等一下 姓店長是乾貴林森 KTV店的店長 那他30萬元交保 當天也所有媒體圍繞著他 其實他看起來也是蠻年輕的 他一直哭 我相信他也慌了手腳 到底他有沒有受到消防訓練 他有沒有被指定為 所謂的防火管理人呢 乾貼你知道嗎 如果他不知道 他自己是防火管理人的話 那你知道有一堆人要遭殃了 因為他本來就是 就像在飛機上 店長就是嗎 我告訴你 有一個人叫做 消防演練計畫表 這個是在各個 你要開這種 在消防法裡面有規定 你要經營某一些處理 比如說保齡球館 商城 這個叫做視聽歌唱場所 這個在消防法跟建築法裡面 都有專有名詞 這些人必須要擬出消防演練 逃生計畫表 甚至連遊樂區也要有 我說的就是八仙樂園 我等一下跟你講八仙樂園的事 就這些人通常在這個公司 商城歌唱視聽場所的人 主管都是當然消防防護人 當然 我的意思是 這些人都要參與在那個計畫表裡頭 是厚厚的一疊 那裡頭會有很多圖示 說什麼東西在哪裡 最後一格會有簽名 最後一頁會有一些簽名 店長誰 然後代理人是誰 引導人是誰 然後再上頭要簽名 最後你要送到總公司去蓋章 送到消防局去列查 我做了這件事還附什麼 照片 還得附照片 那會確認是誰 代表我演練過了 演練過了 譬如說今天前置你是店長 我是你的指揮 我必須要有一張照片說 前置說你去那個地方 然後你下面還要圖示 寫說現在店長正在指揮副店長 引導人員疏散 下一張圖片是疏散之後 往逃生門走 然後有一張照片可能放 不是有綠色小綠人 然後跟我的照片 然後我指著這個 然後大家這樣走的畫面 附一堆 然後送到消防局去 OK 我營業執照繼續給你 如果他都沒有的話 他怎麼通過消防案件 所以我才說 如果他自己不知道 他是防火管理人 那有一堆人要遭殃了 他為什麼會不知道 為什麼沒有擬出 這個消防演練計畫表 為什麼送上去這麼多年來 沒有人有這個東西 還是 他可以過 還是虛應故事 他的消防可以過 因為曾經有很多的公司 都是虛應故事 因為每天要這樣搞也很累 所以有的公司便宜形式 就找議員幫忙 找立委幫忙 把以前的照片多拍幾張 很多的照片貼貼貼 按照那個計畫書 就送上去了 上面看 有 好 我也就過了 是 大家都用這種方式 做每一次的消防演練計畫表 絕對不能再便宜形勢了 今天其實台北市長柯文哲 也在議員的壓力下 鞠躬道歉了 因為有督導不周 或者督導不實 這樣的嫌疑 我們都希望不要再發生 這樣子的遺憾的事件了 不過這個社會 每天都有很多事情在發生 今天還有另外一個焦點 是藝人彭恰恰 他被黑道給討債嗎 他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據說他想借錢 結果借錢借1000萬 居然要先匯180萬 有這種事嗎 對 他本來 第一時間就傳出他是親生 說跟家人鬧鬧的 然後後來傳到消防局 然後報案 最後 但是他今天有出來講說 因為藝人捧家 傳出債務糾紛 不堪對方一直騷擾 跟刑事舉報案 那刑事舉也出來了 刑事舉說他確實有來報案 然後他報案是說 他借1000萬 但是他先匯120萬 可以這樣 一定要這樣嗎 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 借錢方式 這是地下錢莊嗎 一般來講不太會有這種情況 這叫詐騙 一般的借錢方式是說 譬如說我有利息是一分利 那我可能借你1000萬 但是我直接就借你900萬 就給你900 對 你拿900 那等於你還是要還我1000萬 我直接先拿了1000萬 很少會有說 你要付120萬 才能再借1000萬 你都沒錢了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方式 就聽起來非常詭異 不過今天彭恰恰也出面 解釋了事情的經過 來聽一下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現在在禮拜二晚上 大概是晚上的10點15分 我在家裡用那個我們禮拜五要錄的 超級夜總會的三集的劇本 我剛被自己看新聞自己嚇一跳 電話一直想 怎麼我怎麼的 我好短短的坐在這裡做功課 其實彭恰恰大哥在我們跑社會新聞的時候 也曾經因為光碟案 我們追著他跑 不過我剛看他這 應該是直播的畫面 看起來有點 他精神狀態是OK的嗎 看起來應該是強作歡笑 因為彭恰恰大哥應該我們都知道 他其實私底下跟我們講話說 是那種很 活潑的 就是藝人性格 他喜歡帶很多歡笑 然後很有精神 今天好像精神沒有那麼飽滿 我沒辦法 因為我沒有跟他相處 我不曉得他現在狀況究竟是什麼 只是這樣的事件 第一我覺得這個不像借錢 這個比較像被騙 是不是真的有這個事情 那刑事局現在在偵辦當中 究竟捧恰恰你遇到什麼問題 又跟錢扯上關係 有人就說是不是之前 我們講那個光碟案 然後因為那時候很多的黑道 出來處理 我記得那時候 傳說道上有七八個堂口 在找他 對 在找他 因為有一群人是來給他的錢 就比如說要幫他處理事情 他拿了給他兩千 給他三千萬 結果後來不見了 人在害怕的時候 他會說我跟你講 那個人不可靠 我再介紹你另外一個 就很多人想要往他身上蹭 那試過金錢之後 你沾惹上了 你覺得你可以拍得掉嗎 所以這個光碟案我們看起來 是已經落幕了 不過事隔這麼這麼多年 彭恰恰又發生這個所謂的借錢 被詐騙的案件 也讓人家不得不聯想到 過去的事情 不過一般借錢 不太可能會要先給對方 180萬的保證金 而且一彭恰恰大哥 在社會上歷練這麼久 不太可能 如果他真的財務上有困難 他真的跟某一些人借錢 或是地下錢裝 就像剛剛有志講的 可能我給你借100萬 1000萬 你給我900萬 應該是用這種的方式 到時候還是要還1000萬 用這種方式 可是有另外一種說法 就是演藝圈的人 有時候是比較單純的 真的 不夠社會化 其實那時候 彭恰恰大哥也是 當然陳沙利他也是 你還記得那時候 整個光碟案 彭恰恰到最後 為了這一個光碟案 就是他跟如晉 在被預設了一個小監視器 然後錄下來他整個 兩個在互動的經過 為了處理這個 一般來講說 有人拿這個東西恐嚇我 通常一般來講 我就找個黑道 或者找警方報案 找個律師 找個黑道應該不是一般人 一般人不會去找黑道 我是特殊人物 對 錯誤示範 就好比說你真的要找黑道 律師 警方 那種花費下來 也不會到一個天文數字 一般人是去報案 我們還是要匡證社會風氣 一般人會去報案 孔家在為了這三個 又黑道 又警察 又幫派兄弟 你知道他花了多少錢 多少錢 一億 還是擺不平 只為了這一個事情 所以這就是他單純的地方 就是人家告訴他說 彭哥 這樣叫那個處理比較好 好 你叫他來 一千萬 一千萬 要不然他還去處理 你快點 如果進去 我再介紹你們多一點 他比較快 三千萬 還去處理 我說他是專長 他專長那個部分 他另外他有別的專長 他跟那個比較熟 所以他就一直 他就一直出力 到最後一億到現在 人也沒解決對不對 人也沒碰到 光碟案到最後還燒成這個樣子 這就是他單純的地方 形象也完全被傷害了 那如果這幾年 碰狗還沒有 因為這樣子長大 還因為要欠一千萬 要先給一百八 我覺得他真的單純到可以 就很像陳沙莉 對 陳沙莉 陳姐 已經 這個我覺得也滿匪夷所思的 這個沙莉姐 她在中國大陸 因為也演了非常多戲 大家看到這個劇照 其實她是硬理子演員 在中國大陸演戲 很多大陸的觀眾 也豎起大拇指說她演得好 其實也是為台灣爭光 因為我們都知道 中國大陸演員 實力是很堅強的 可是沒想到她辛辛苦苦 在中國大陸演戲 賺的錢1.4億 要做養老金的 卻被騙光 因為她聽說要大陸 要會到台灣 要回來 資格層層限制 那就有地下會對公司跟她講說 我幫妳處理 我剛剛講了多少處理 演藝人員真的好單純 太容易相信人了 這認為有人可以幫她處理 那處理你就是被處理掉了 她就把整個錢全部都給她 她說因為地下管道是這樣子 然後我這邊我有1.4億 我台灣的公司 前置那邊是台灣 我也幫你把1.4億 會進你的戶頭 所以我們就不用透過什麼銀行什麼的 但是1.4億 我存到你戶頭可能剩1.2 1.2 2千萬要當我的委員會 我的佣金 看起來很簡單 你1.4億給我 我那邊給你 但是常常 我覺得沉解的就是 給了以後 那邊就沒給了 過去很多的消防演練 據說都是來假的 對 我真的還是希望大家要了人命 就做真的事 像八仙城報那個時候事件 也有裡面的人把一個 消防演練計畫給我 才會造成今天的狀況 你知道它是怎麼樣嗎 它的演練其中有一個狀況就是 當那個池子 就是這次城報發生的池子 這個消防車 救護車 可以直接到池子那邊 把人載出來 有一個演練是這樣子 而且過了 也送到消防隊那邊 也立案了 所以都完全沒問題 結果造成的是什麼 你還記不記得那時候 根本進不去池子 救護車是停在大門口 因為中間有很多 划水道 很多什麼 根本進不去 很多連那個橋也過不去 所以只能是一個一個 用游泳圈扛出來 用人力這樣慢慢扛出來 20分鐘的時間 所以出來很多人都掛了 掛了 來不起 那個消防演練計畫表 是真的嗎 變成是虛音故事 所以如果真的 消防局願意把這個打通 我跟你講那天會多活多少人 可是消防演練計畫表